2018年7月份到11月份这段期间 大连普兰电区星台街道附近的村镇 陆续发生了四起 抢劫单身妇女身上金银首饰的案件 这个案件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重视 民警经过了解案情 发现案件有共同的特征 被害人都是60多岁的农村妇女 描述就是有两名男子 戴着口罩和那个压舌帽 有时候骑摩托车 有时候驾驶一辆街大车 两名犯罪嫌疑人发现独自行走 并且身上有金银首饰的老年女性后 就会主动上前搭讪 然后趁其不备实施抢劫 或者有的被害人配备那个手镯 进手镯或衣手镯 他就把被害人摔倒在地上 然后强行把手镯撸走 民警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录像 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谢某和宁某 2018年11月24号 警方采取行动 在大连瓦房电视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抓获 俩人交代 他们每次作案时都骑着摩托车 或者驾驶小轿车 在农村寻找作案目标 大六十四 男的女的 女的 全是女的 谢某和宁某都是大连瓦房电视人 从2018年7月至被抓获前 作案四起价值一万余远 直到他们被抓获时 这些抢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嚣张 目前谢某和宁某已经被大连警方刑事拘留 公安警官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 特别是农村妇女 在佩戴精神手势的时候 不要将精神手势裸入在身体外侧 万一遇到嫌疑人 遭遇嫌疑人的抢劫 尽量不要与嫌疑人发生肢体方面的冲突 寻找适当的实际报警